明報的社評 今次政改對香港意義重大 因為這是回歸13年以來 中央首次與民主派溝通對話 堅持一役 相信中央對民主派的評價會改觀 有利於日後活動 至於民主黨和普選聯 在今次政改的表現值得高度肯定 特別是民主黨 不計毀譽 面對鋪天蓋地的爺語 嘲諷、抹黑 仍堅持立場 責善固執 主席何俊仁所顯示的堅忍和勇氣 絕不簡單 這次政改安排 中央的對應 顯示了近年在香港政治事務上 小幼的務實和彈性 亦值得肯定 《星島日報》的社評 民主黨修訂方案設計出的一人兩票 令到來屆立法會選舉直選成份 進一步增加 同時令到每個選民獲得支持 兩個不同候選人的機會 明顯是增加了民主成份 一人兩票的安排 進一步掃除選民首持選票數目不平等的現象 將現有制度和普及而平等的普選定義大大拉近 《蘋果日報》的社評 改良方案新增的五個區議會功能組別 不是傳統功能組別 而是認同直選的議席 當選的議員更加必須向三百多萬名的選民負責 不能只是服務小圈子或特權階級 改良方案一下子增加了10個直選和變相直選議席 參政進入議會的機會即時增加了三分一 政壇新血即時有更多機會冒出頭 為政壇帶來新氣象 民主黨和普選聯提出的改良方案並不完美 但至少可以為香港政制帶來實質進步 比原地踏步好得多 成報的社評 民主黨同意暫時各置功能組別傳廢問題的爭論 提出區議會改良方案 政府經研究 認為方案沒有違反人大常委會決定 決定佔納 雙方各退一步 海闊天空 才製造了今日的新局面 政改方案要獲得通過 有賴加強溝通 增強互信 中聯辦副主任李剛 先後兩次和民主黨高層會面 是打破沉悶氣氛的開始 然而 這次中方官員和香港政黨的溝通 範圍還是不夠廣 香港政黨多 不論是特區政府或中央官員 都應該和不同的政黨接觸 才能夠全面掌握情況 《文匯報》的社評 港人回內地工作 養老日益普遍 帶有關新領眾門的離境限制 阻礙港人北上就業 養老的異辱 北上港人一旦在內地失業 或者創業失敗 山窮水 卻唯有回流回香港 走投無路的回流港人 在申請中門的時候 同樣應該獲得公平的對待 否則的話 既有其是北上港人之嫌 更可能造成港人 因為怕喪失申請社會福利 而不願意離港謀生 增加本港就業的壓力